我希望大家可以闭上眼睛 把吐气完全完全的延长 我们从此之后都不太关注吸气 关注吐气的感觉 因为大多数的紧张压力情绪 都会把我们的吸气延长 把我们的吐气缩短 所以我们要把它平衡过来 但很少就把吐气 吐得越来越长 吐气排出的是一种废气 就是前段时间我在尝试新生酮饮食的时候 就特别明显 他们可以用吐出来的气 用完之后 鱼下来的就从庙夜中排出来的差不多的 所以吐气它是一种排 它也是一种气体的排泄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排毒的 往外排的这些完全的打通 因为现在我们外面连我们的一些情绪的一些毒素 还有各种环境污染食物污染的毒素太过 吐气约长就好 不到没有力气 然后吸气它自然的 当你禀吸一段时间 它需要不要提前 自然的会吸气 所以吸气快速慢速没有关系 只关注一点就是吐气 吐气很长很长 感觉把身体所有的紧张和压力 焦急的情绪都带你身体 说要很长很长 吐气 把一晚上所有的吐气 吐气 全部排出气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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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感觉虐擦,就遭到自己最能用上腻的方式。 我看今天虚拟的感觉挺好,然后据你的感觉挺好的。 我看不到。 好了。 也是我们所有的以后的focus都是在旗下两寸。 所以之前认读安门的交接点,我们需要通畅的地方,然后再往下两寸。 基本上所有的子宫的地方,如果找不准的话,你就会这样子弹动一下。 弹动一下,你会觉得弓腔里面不舒服,或者会员不舒服,那就是子宫的地方。 你弹动这里,不会找到子宫的地方。 好,往下。 所有的推动先是往下focus到子宫的地方,弓腔的地方。 完全的收容,也完全的放松。 首先,往前推着说肌肉,保护到子宫的连着肌肉。 在下面弹起肌肉这一块,它会往中间挤,会去保护子宫的用力。 然后另外呢,如果它没有挤得很贴害的话,你就会觉得你的弓腔不舒服,或者它在用力。 这些所有的智力神经,它有它自己的节奏和它自己的那样的。 但是,我们太习惯了,没有太多群体。 有两点,要不你让它觉知,就是让它幅度越来越大,给它明显的感觉到。 有个主观神经的明显感觉到。 要不呢,你的觉知起来的时候,觉知是对我们的植物神经的,就是我们的自律神经。 你就自然的也能感觉得到它,它微小的移动也能感觉得到。 所以两种加强都可以。 就要不你把它强度加大,它主观意识就是很明显的,你能感觉到。 要不呢,就是往内修。 这是要内观。 让自己新鲜平静下来的明显的那种感觉,往内修。 让你的能够观察很多细微的,也能感觉到。 就两种方式。 目前,我能发觉就是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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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你能够看,你能够看,你能够看。 OK? 哭。 看看今天的感觉,它们都在站着面,感觉不错。 第一个是要喝三分的糖。 把所有的躲起,甚至所有的紧张和焦虑都在你心底。 然后最后观察了就会有感觉。 因为这段时间,我有在尝试全肉食。 是另外一种原始饮食方式,只吃一点点的蔬菜可能不吃。 你会觉得肠胃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 当我现在在做老猎法,没有到总维术。 就是前后增幅或者前后对动的时候,我就会感觉, 胃里边重重的不舒服。 刚才是对子宫没有太多感觉,胃里边重重的不舒服。 所以就是提前导施。 我喜欢用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些尝试。 有时候尝试也会用得我对外面虚调、情绪紧张。 然后身体弹性弄得很糟糕。 可是我喜欢去试试,看看到底对哪一部分有作用。 。 也就是在念试的老猎法之后, 我就以前对女孩子注意, 就做各种尝试。 实现全肉食就天天只吃肉, 尤其是一两种肉。 就是羊肉牛肉那种红肉。 觉得整天身体都是那种很胃里边很结实的感觉。 所以现在呢,我吃完这种吃之前, 我都会做很多的。 我做比较多的老猎法运动。 这样子呢,就保持我这种排泄是正常的。 通常他们都会有很严重的便秘问题,需要吃药。 我是比较谨慎吃药的。 所以我就靠自然的把它排出去,也就是还好。 我做这个时间里,就我尝试两个星期而已。 这个也是不太适合我。 通常这两个星期,有几个医生说对应运症非常的好。 我的应运症也好了。 可是我想知道它好在哪里? 它为什么好? 身体会有怎样的? 不良反应先。 让后面的小朋友所打扰啊。 我家小朋友有怎样他不办一些底线性的错误呢? 就他喜欢做什么? 就是什么? 我在后面换的一个小的布景就是为了他的做在那里。 以前是一个大的画。 他做上去把画给摇下来。 所以学会呢是可以尝试以后可以尝试更多的一些东西。 你知道你的消化功能,你的肠道,大肠小肠。 我都能感觉得到它是谁样的反应。 你应该做出怎样的去帮助它。 而且呢,确实是对于我来说, 身体饮食,就是健康的那个身体, 吃很多蔬菜的那个, 吃少量油,不是吃很多油的敏感。 是蛮适合我的。 会缓解我很多精神的紧张。 这他只是说明我是一位大老的神经质的传递。 他的传递不够敏锐造成的抑郁。 所以对我有帮助。 最后呢,很多很多疾病都是可以尸鸟的。 我们每一种植物都可以对我们产生不同的作用。 只是现在很没有研究出来, 很多植物到底是什么作用。 好,多人说,我看到你了。 我没有看到你,对不起。 现在是信号挺好的。 你的声音没有。 大家都有拍声音。 可是我听到大家都是没有讲话, 所以我一直在讲。 先把讲话先教到大家呀。 大家不用担心的, 因为大家是第一期跟我们在网上面的学生, 你们就一直念下去就行了。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是新进来的学生, 价格有不一样。 在你们的后面是加了一个你, 他们每个月就是加了一个你,这样子。 所以呢, 你们一就是照以前的, 那一个版业, 我依旧留着的。 嗯, 他们依旧是留着的, 但是现在是没有那个价格。 大家照以前的就好, 这是第一期的学生。 而且还没有完全念会, 怎么样都要念会。 因为后来的学生这个比较难, 他们喜欢, 嗯, 他们喜欢credit, 就是他们经常就是会断断续续。 但是有时候呢, 就觉得价比较高。 他们就觉得交了费用, 我就要学会。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学会。 我根本不在意这些。 因为价格高了, 我交的税也多。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而且公司现在主要的, 呃, 呃, 收入来源不在于这里, 是跟医生的一些合作。 对一些癌症啊, 含量病人来。 -This is finish. Good97." Yay! 这一个老年法最初的一个帮人结肠的作用呢 也是非常的大 因为现在我就会发现很多癌症病人 残疗病人他们在用药或者改变饮食的时候 都会出现各种胃部不适应 胃脏或者胃痛 胃反双还有便秘 严重的便秘或者腹系的问题 这一个可以很好的修复 老年法可以很好的修复 就把这些能够产生的负面问题都给解决了 可是要练会大家都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最主要是让他们练会 它就是第一吸收养氧就很多矿物质 像我们解决焦虑的维生素B 还有呢我们能够本来就身体很难产生可能我们吃进去的一些Gaba 这些让我们产生血清素的一些成分 这些矿物质它就吸收不了 就整个肠道它的功能不好 这些很小对人体维持平衡很有作用的矿物质 包括维生素D 有的人每天补很多维生素D 照样晒太阳照样去维生素D 维生素D是一种荷尔蒙 这种会产生生长激素的荷尔蒙 这对我们的延缓衰老皮肤状态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非常重要 可是呢这些它就吸收不了 就肠胃功能的问题 不是你吃就吸收 是你要能够足够有足够多的均和代谢 平衡你的肠道和胃的均种 它才能够吸收 我之前也是吸收不了 我是其实是缺骨为素和为B 一开始造成了经期紧张综合症 后面慢慢的发展到抑郁造育的 小时候的精神的那种刺激呢 也是一个诱因 但是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这要是大脑的营养 它没有办法 没有这个介质 所以你的脑细胞长期营养不了 我们人是营养 或是脑细胞长期营养不了 就会出细胞不好 就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最近我在比较深入的去研究 抑郁和焦虑的问题 我才发现其实没有 它医学上都没办法很好的解决 没有那么问题 老细胞的营养不了 也是很大的因素 就是大家努力 虽然来一定面会 因为呢 当以后 或者大家都很健康 没什么问题 问题的时候 要做像我做焦虑的时候 我要做很强的饮食调整 可是这些饮食调整 包括药物都会很影响你身体 本身的一个肠道的消化吸收 所以有些药 就算用药 有些药对有的人就很有用 对很多人吃很多药也没有用 反倒是毒素吃进去排不出去 所以呢 这就是调整它整个肠道的均种功能 免疫细胞 然后呢 还有最重要的功能 帮你排出去 如果你吸收不了 至少帮你排出去 没有造成一种羁压的 过多的毒素的负担 也是好的 你还可以尝试下一种 那你上一种有积累 下一种效果就不好 脑力法是真正把我肠道 和胃粘硬的力量 都很好 我已经很久 所以为什么 就是这个一直没有别的教练会 我也不着急 我只要不怀孕 怀孕是不比较 然后呢 我已经很久不生病了 就是很久很久 不只是整一个疫情 在之前一年两年 边感冒都没有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这样子 不正常 其实现在很多人认为是 生脑病死是正常 其实是生脑自然死才是正常 大家会把一些不正常的当正常 正常的当不正常 我已经好几年 大概三年多 三年半了 现在三年半 快四年 没有感冒 没有生病 没有任何的问题 免疫70%的在肠道 然后胃的均种 又调节得很好 就整一个你的吸收你的入口 和出口都管理好了 基本上就没什么事 除了打疫苗 感觉有两三天 反应期不舒服 当时我也不觉得练一个老命法有这样的作用 而且我也不是每天练习 我有时候觉得当天没有什么 我就只是拉伸一下 就早上的那一套拉伸 拉伸一下 让血液循环的好一些 我都没有练习 我就是隔一天练一次 甚至有的时候一个星期 实际上要教两天课嘛 说要至少练两次 但是呢 当我会了之后 有时候我就会 我都会 我没有太注意到他现在 有时候开车的时候他就会动 如果我开车 我去旅行开车 开两个小时太久了 中间他已经自动了 已经自动练了好几次了 他就自动的回动 然后有时候我先生坐在旁边 他还没睡着 他就会觉得 他说你又在帮 他只是说帮助小法 他说我们都没有吃东西 你又在帮助小法 他会自然的动 不是说我去我主班会练习一两次 就是保持他的运作是正常的 然后当我坐着 有时候我坐在这里一整天剪 剪影片之前 他也会自己动 但后面是全部把它 当成一个工具 交给我们自律神经 他知道他什么时候 里边的军种需要调节 他什么时候需要 blow up 需要排泄了 他自己会去 而且同我们主班不一样 就主班有时候我练半个小时 他可能要等另外半个小时 大量喝水才去洗手间 但是 特别是旅游的时候 他自己会动的时候 基本上动完 我就让每次都会去洗手间 而且特别顺利 之后你是忍不住的那种 不是腹泻 有点像腹泻的感觉 忍不住的那种 就是有些东西 我们可能主观一死 并不察觉到 可是他在藏道里边 我们的这一个静态的自律神经 他是知道的 他需要把它排出去 可是很多人他没有这个工具 他想排的时候排不出去 所以身体才会反复吸收 整个瑜伽里面 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 是最需要练会的工法 他管你的静 吸收问题 然后他管你的出 全部的毒素的排泄问题 你把出和进出口入口 都管你明白了 其他的事都是小事 胸腔有时间大家念一念 因为胸腔是为了预防一些 就是乳腺的一些问题 现在这些问题很高发 所以我的思想会稍微紧张一点 因为同医生合作 天天同病人打交道 我会已经算很放松了 偶尔会突然紧张 Hemis照样是 你照样把真空腹 你的吐气 先把排你体内 其实我感觉到 会有很多的需要疏通和排泄的地方 你把它排空了就自然都会了 好 但是在一个过程 在练习的过程 就把你之前积压的东西全部 速通排泄出去 如果不通的话 那一点是练不会的 到后面为止 它会自动的当成一个工具了 好 确您 有发现 之前有 比如说有 有不舒服的地方 然后现在就是 就是练习了这么 一段时间之后 有发现 就是说 原本的那个地方 它会有 有肿胀的感觉 然后才又再消掉 会有这种感觉 我本来是在左边 软巢这个部分 然后前一段时间 大概做了 大概做了三个月有吧 会发现这边特别肿胀 然后到后来才 到现在才慢慢消掉 在消的过程中 你就是要每天坚持练习 每天坚持练习 其实爱妮斯 这种肿胀和痛的感觉 只是说现在呢 它的神经连接加强了 你的主观意识 能够感觉到 既然那一侧有问题 它是神经末少 有时候我们不是很 能觉知的到 只要你给一个静态 你的主观神经 从这一个 我们的植物神经 产生连接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痛 其实爱妮斯 那个地方本身就是肿胀和痛的 之前也不会太舒服 可是呢 只是你没有感觉得到 你感觉不到 它的连接不是很敏锐 像植物神经 像树一样的 你砍它一刀 你觉得它是不痛的 它没有主观神经 所以呢它能够反映得到 你知道问题在每个点 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早点反映出来都是好的 对我刚开始是没有错 我刚开始是没有那么有感觉 因为我只知道说以前大概是哪一边不舒服 然后后来做做做做了大概两三个月吧 那时候才开始脏 开始脏的时候 刚开始我有一点 有一点 太敢讲 因为那是脏痛 然后 然后可是在课堂上 后来老师有讲到说 在疏通自己 在疏通之前 自己会有感觉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 因为我是想说我也没做什么 然后甚至是 我的习惯性 生活做起什么也都没改变 怎么可能会有一些 比如说肠胃还是什么的 那个不舒服 我那时候一直在想 后来在课堂上 老师您有提到 哦我才知道说 原来有一些事情 在疏通自己 自己是会有感觉的 那我才慢慢了解说 原来这个状况 就是我自己的疏通 而我自己之前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才能够 我现在才能够 就是说了解老师您所讲的 谢谢谢谢 爱妮斯斯 你就是坚持每天都念 你不能断 不怕周末都不能断 除了说 除了说你的妮斯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就是断两天 其他都不能断 你就坚持这过程 一定要感觉它完全不痛的感觉 那时候不怕 你觉得是老腻法也是很大的进步 还有你的身体疏通 你能感觉到就整个类分泌 你的整个情绪精神都会不一样 其实呢我们的胃肠道 它是直接连到精神的 像有的人他有一些胃漏症 所以呢他的精神就是特别低迷的 因为呢他就会把这些本来在胃和肠道 是应该解决的一些毒素 直接放到血液里面去 他直接会通过血液到我们的大脑 传达到我们的大脑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不好东西 其实是来自五脏六 好的不好的 一些基础荷尔蒙都是他在生产 那只是一个通路传到了大脑 我们就感觉不舒服 当你好了之后呢 就是整个神经都会好 我们的子光肠道和胃 特别是胃 有一些问题都会直接通过血液 传输到我们大脑 反应出来就是情绪 情绪不是它是一个东西 它只是一个反应 就是你今天生气 你问你是哪里生气 是你的长生气 卫生气还是你的胆生气 没有你的身体找不出 任何一个地方是生气的 它只是一个传达 它情绪只是一个反应 就像你痛还有脏 这些呢都是一种身体的一种 一种反应 它只是一种现象 对 就是那个地方真正来说 是那个地方的细胞 它受过损伤 现在细胞在修复 我刚开始不了解 就只是觉得说 好奇怪 为什么它会觉得就是 如果说你肠胃不顺的话 这道理讲你脏气 应该是我整个脏气 那为什么是会只有脏一个地方 我初期我是想不透 然后到后来真正脏痛 到后来消了之后 因为我持续做 我这样脏痛大概有两周 就是从开始做做做做做做了几个月之后 它它后来脏痛 然后这个持续脏痛大概两周 然后才消掉 现在会不会还痛还是不痛呢 有段序 麻烦你再讲一次 现在是还在脏痛还是不痛呢 现在敲了 现在敲了 现在不痛了 对 不痛就好 不痛呢 你现在就可以多往内搜真空腹 搜进去 然后搜进去屏息 先不往外推 现在呢 是呃 不是很能推得出来 没有 商工腹没有收好 下一个捧位数就没有办法进行 它是第一步 就你收好 憋气 憋到10到15秒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好 雪宁雪宁今天的感觉也是很好 就让它累 累到呢 你就会觉得 其实到真正到后面这个肌肉啊 是会出汗的 有时候我做完之后 它不会有大的流下来的汗 它会有小的汗柱 特别是在中间 它会有小的汗柱 还有这两侧也会有小的汗柱 是完全的 让它血液循环的很快 它会 皮肤啊 现在讲到皮肤就是 皮肤是我们 最大的一个往外排的一个排毒系统 但是呢 它也吸收 就平时我们图面上 它能吸收进去 所以呢 如果身体保湿乳 我有时候皮肤很干 自从我知道了之后呢 我也不把它给密封好 就是涂很多身体保湿乳 如果成分不好 皮肤是会吸收的 防晒霜皮肤是会吸收的 所以大家也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不要在外 外面已经产生过多的毒素了 身体已经是自我消化的 不是很好 不要再往外 不要再往外就是 在喷在皮肤上 或者在皮肤上弄太多东西 让它复吸 皮肤是要复吸 然后它是往外排 夏天的话 多出汗 也就是它是浅层排毒 可是呢也就是往外排的一些 废气呀 废水呀 排出来的这些东西 不是先检测呀 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它就会排出来 所以呢夏季的话 大家不要怕热 多出汗 如果可以的话 就物理防晒 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太久 你可以涂下防晒 我基本上都物理防晒 穿多件衣服 然后呢 多出汗夏季 然后冬季也是 不要把皮肤给封死了 就涂很多东西 我早上起来 如果不出门 我是不涂面霜的 因为家中有点晒 出门还是要戴帽子 有时候现在戴口罩 我就不涂防晒 如果不戴口罩 我就不涂防晒 可是呢导命法 还有就是我们的瑜伽 就是这里是瑜伽的一种 全部是深层排毒 它会把你细胞里边的都挤压出去 我有一个老师 他半生不随 念瑜伽 念瑜伽 念好了 他主要是念冥想 然后呢 他只要 他脸上有很多斑点 他只要是一段时间不练习 就是不通过瑜伽来出汗 他的斑点就很明显 然后他年纪吧 70多岁也很大了 老人斑呢 也就是长得很厉害 也很明显 但他长期念一段 他脸上的斑点都会消 就是还会看得到 就是没那么明显 老年斑就不怎么长了 就是瑜伽是深层排毒 他也游泳 他本身是花样游泳队的 然后就是运动受伤半生不随 然后也跑步 他做其他很多打球 他很活跃跳舞 做其他很多运动都做不到 他也解释不了为什么 这是我体试的 这是我体试的一个导师 他在中国 那现在是那个中国体育协会的会长 还是怎样 所以就有些我们解释不了 就是做就好了 我也解释不了 为什么就是会排毒排得那么深 他更多是细胞层面的一个修复 包括我同杨泽子医生 他这边很有名的一个医学博士 他是那个妇女会的什么 那个会长 我解释不了 他我是被他奉献的病人 他熬得没办法的时候 精神出问题很严重 我被关在精神病医院有两天 然后呢 我说那我就念瑜伽念好了 他说他知道念瑜伽很好 可是他说也是 我然后我就给他看 他也解释不了为什么 但是他是觉得他说 肠胃 他说肠胃直接影响大了 他没有知道影响那么严重 肠胃 他就觉得这个是对肠胃 肠胃直接影响大了 那我就念这样子一个 我是很懒的 我其他都不怎么伸展 除了上课的时候 哎 我就念好了 而且没有这么几年 他观察了我 这是三年多四年没有复发 大家想各种方法 一定念会 雪宁寺已经会了 已经就会了 你向内的时候呢 有更多的闭上眼睛去念 找一种内在的觉知 练了后来所以你就会 也是会了 你就要认为 更多的闭上眼睛去念 找一种内在的觉知 念了后来你的 你就会 更多地闭上眼睛去念 慢慢的放开手 让他自己会去动 因为我们不是什么时候 都有手去支撑的 当我们的自律神经 take over的时候 他就是自己要会动的 就是全会了 有时候我坐在那里的话 有时候自己也会 就是说进去 也会好像是想念这种感觉 可是还不能完全念得到 对不对 你坐在那里 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动 对就是有一种 很想就是要收缩进去 收复那种感觉 收复然后 然后的话可能坐的时候 那个坐姿或者是 不对还是怎么样了 他就是 我就反正就感觉就是 没有站着这样好用力 然后的话 现在呢 我就感觉我这里 还是 还不能练得很好 修 对 你还需要一点点 你就需要一点点火 头是 你放开手 很轻松的时候 他都能动的时候 那你坐下来 那你坐下来就会变 因为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坐着点 他坐下来就会了 只要是你 一开始你知道的 你坐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了 而且坐下来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的坐姿都会变 以前我坐的时候 也喜欢这样子 然后到后面桌子也会变 它就会自然的 桌子里就可以看到 然后开车的时候 之前我也是这样子坐的 后面我呢 我也是坐到 可是开车的时候 也是可以自己 对 你就是要 血泥是差不多了 你就需要一点点火候 就是 你把它练得更顺利 肌肉才会再长一点 它会再长得强壮一些 往中间缩 拉长得更厉害的时候 当你坐着开车啊 吃饭的时候 有时候它自动的会发声 这种发声呢 你就不要去管它 让它自然的发声 又提醒我最后一分钟了 今天呢 就练到这里 我们下周三见 大家就努力练 周末呢 也尽量不休息 差不多快会的时候 今天姨的感觉也是很好的 你现在呼吸不照样 是很能用力 然后呢 今天你站起来练的感觉也挺好 那老师你看我 最后对不对 已经有发声了 好 最后一分钟 干净 谢谢 我们下周三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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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